我們這個電影的切剿是在說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也就是青春期 這個過程當中 就會有一些新的情緒 是以嬌嬌 阿嬌為主嗎 大家身邊有沒有嚇一跳 滑過去 滑過去 我們以後還是勝訓 對 好不好 選對主持人很重要 對 身邊有超級多厲害的前輩 他們都配過很厲害的角色 像譬如說天歌 顧虛榮的憲哥 後面有蠻多人可以直接尋現參考 怎麼樣 要問我了 是不是 要問我了 是請教我了對不對 沒有耶 可以啊 沒有 他們還前輩很多要請教我 前輩很多要請教我 拜託啦 教我 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自己比較焦慮的事情 什麼 自己最近比較焦慮是 前一陣子拿到腳本 你就看到今天主持人是Key哥 好像好焦慮喔 怎麼辦 果然真的要焦慮 對 像Jo哥有配過大演講 你有參考他或問過他嗎 因為我身邊有超級多厲害的前輩 他們都配過很厲害的角色 像譬如說天歌 顧虛榮的憲哥 因為有蠻多人可以直接尋現參考 怎麼樣 要問我了 是不是 沒有 要問我 請教我了對不對 沒有耶 可以啊 沒有 什麼 他們還前輩很多要請教我 前輩很多也要請教你 拜託啦 教我 下個月就是要主持進去 這樣就現在準備了怎麼樣 會很早的人嗎 我跟你講 今天你講 反而我是 可能我覺得是 焦慮跟緊張是 也有可能是比較出來的 就是 maybe 是去年 歷經了金馬獎這個 大風暴之後 就是 面對金曲獎 我相較之下 心情是比較輕鬆愉快的 而且因為可以玩比較多嘛 然後又是自己的朋友啊 真的在裡面比較多 然後又是小巨蛋又有粉絲 就是在自己比較熟悉的場合 我覺得相較之下心情是 準備起來是很開心的 然後也可以覺得 有各種變化多端 可以去玩這樣子